前几年有一部日剧叫做深夜食堂 刚出来的时候一下子特别的火 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在看这部剧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了 这个打着吃饭的幻子 讲述久居城市里的人的冷暖人生的剧 然后带着一点浮夸的表演 但是一下子感觉像是治愈了很多人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两件大事 一个是吃饭 一个就是睡觉 这两件事你会发现 随着年龄你对它会越来越苛刻了 那这期介绍一本同样是治愈系的小说 鸭川食堂 这部小说同样也是打着吃饭的幻子 来讲述人生的一些悲喜剧 它这个里面每一道菜作为一个故事 有什么土豆炖肉啊 番茄意面啊 青花鱼寿司啊 锅烧乌冬面啊等等 这期的话我也会一边 做着这里面的这几道菜 然后讲述这里面的这几个故事 这期视频是由唐导猫肚皮疹赞助的 鸭川食堂是一家没有招牌 也没有菜单的餐厅 第一次来的人老板给什么 他就吃什么 这种感觉不像是去餐厅吃饭 更像是去亲戚朋友家吃饭 没有选择 如果你喜欢下次再来 经营这家餐厅呢是一个退休的警察 叫做鸭川刘 和他的女儿小石 还有一只一直在晒太阳的猫 他们不喜欢有太多的人来 也不喜欢被各种美食公众号和美食家报道 找到这里的人一切都是随缘 这里最特别的 除了特别用心的料理 还有就是帮你找到记忆里的某一种味道 这些味道是关于一些人 关于一些事 关于生活里的一些仪式等等 这本书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讲述了六个来寻找过去味道的时刻的故事 他们很平淡 不是人生里的大起大落 只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一天一个叫杏子的女士 在别人的介绍下来到鸭川食堂 她想要找一道记忆里的炖牛肉 但那是55年前的故事了 昭和32年 杏子在横滨的女子学校上学 当时因为学的是古典文学 沉迷于原式物语 翻战记等小说 无意中读了京都大学一个学生的论文 发现大家非常有共鸣 便给对方写了信 在几次书信来晚后 他们终于决定见面 见面的地点就定在京都 确切说那算是一次约会 只是对那个年代的他们来说 没有人敢这么承认 那时候大家都很保守 也很年轻 见面后讨论了很多日本文学 杏子女士只记得他们好像 经过了一个森林一样的地方 还见到了一个神社 其他的都没有印象了 杏子回想起来 也许自己当时对他也是喜欢的 只是太过保守 他不敢承认 直到那个男生说要请他吃饭 杏子答应了一起吃饭 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大胆的行为了 就是这一次吃饭 杏子吃到了那个50年后 还能回忆起来的炖牛肉 他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炖菜 只是在吃到一半的时候 那个男生向他求婚了 杏子被吓坏了 冲出去逃走了 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联系 后来他通过相亲结婚了 丈夫早逝 女儿如今也40多了 这一生 他再也没有遇到过向他求婚的男人 那道炖牛肉 在杏子快到晚年的时候 又让他回想起这段故事 他记不清到底长什么样子 在哪里吃过 只有那个味道 能够保留半个多世纪 两周后 杏子再次来到鸭川食堂 他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鸭川根据他仅有的线索 不仅帮他找到了当年的餐厅 还帮他找到了那个男生的女儿 记忆有时候会出错 杏子可能会忘记很多细节 但那个味道会成为一种 很特别的念想 他曾经占据了我们的一部分 只是在去寻找的时候 早已物是人非 千川百孔 鸭川流告诉杏子 55年前的男生 一年前已经去世了 当年在他向杏子求婚被拒绝后 第二年他就去了英国 最后在英国结婚 生下一个女儿 他妻子五年前就病逝了 而他女儿在整理日记的时候 也找到了这个故事 当年他原本想跟杏子快点完婚 能带他一起去英国的 但是因为太过弹突 各自就错过了 我们谁也不能证明 那些没发生的事情 就一定比发生的会更好 但他们就是一些突如其来的念想 带着未知的幸福感 谁还会追究他 是不是真正的幸福本身呢 真可怕 突如其来的幸福太可怕了 杏子最后自言自语地说 下面是坦岛的这个猫肚皮疹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推荐 吃饭跟睡觉本来就是人生最寻常的两件事 但其实要满足这两件事并不容易 尤其随着年龄 你可能会越来越挑剔 但是大多时候我们好像更在意的是吃什么 尤其年轻的时候 对睡好像没有太多的要求 怎么都能睡着 但是你像我 现在对睡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这期推荐弹岛的这款猫肚皮疹 我已经用了差不多半个多月了吧 因为我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差 我之前也花了很多的钱 尝试了各个品牌的一些船上的用品 用这款猫肚皮疹还是特别舒服的 我有一次在沙发上中午就躺着躺着就睡着了 它里面的这个枕心拖住脖子的这块的这个支撑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回弹的效果也不错 这是绝大多数人对枕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诉求 就是对颈椎的这个支撑的效果 我之前用的是羽绒的枕头 我喜欢整个脑袋是陷在里面的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善火 弹岛的这个会好很多 我也用过蕎麦枕 但是蕎麦枕就是它的那个支撑感很差 虽然它不善火 弹岛的这个品牌是专门做睡眠环境的 主打的也是治愈的概念 所以这个枕头的手感也是模拟了猫咪的原始口袋 也就是那块肉肉的地方 整个造型呢我觉得放在船上远远看上去呢 其实像两块大肥皂 不过这个造型并不是很合适我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但是女孩子我觉得会很喜欢啊 我这样的中年男人多少显得有点突兀啊 另外呢除了这个自带的这个环色的枕套 他们也有绿色的和紫色的可以替换的一些枕套 我自己使用后的一点想法是 是不是可以再设计一个偏深色的一点枕套吧 那比较耐脏 最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可以去淘宝的坦岛旗舰店购买这款 跟海绵宝宝一个颜色的枕头 在一个下雨天 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女生 叫美月明日香找到了鸦川食堂 她想要拜托她们找一道意大利面 那是她五岁的时候 一次跟祖父出去旅游 在旅途中吃到的 但因为当时自己太小了 所以关于旅行的记忆已经很少了 模糊的记得那份意大利面的味道 大概有番茄酱 上面还有香肠 而关于地点 她在记忆里也没有明确的地名 只记得当时住在海边的酒店 祖父开车上了渡轮 但是回去的时候又没有开车 而是坐的新干线 奇怪的地方是明日香印象里 这个意面竟然不是红色的 而是黄色的 那是自己第一次因为一个东西太好吃了 而哭了出来 从那以后 她只要吃到特别好吃的东西 都会想要哭 明日香突然想要找到这个童年跟祖父一起吃过的味道 因为祖父三年前患上了老年痴呆 再也不认识自己了 明日香的童年里 因为父母很忙 从小学一直到高中 一直是祖父照顾自己长大的 两周后又一个下雨天 明日香再次来到了鸭川食堂 老板为他找到了小时候的那个意面 那是去明谷屋的一次旅行 他们在旅行快要结束的时候 祖父特意带他去了这家店吃饭 因为这家店里所有的菜都是小孩子喜欢的 而明日香记错的地方是 其实这不是真正的意面 而是明谷屋当地改良的一种做法 他之所以记得意面是黄色的 是因为里面铺了一层黄色的蛋液在铁板上 所以在他的印象里 那个意面也是黄色的 这个并不算多复杂的味道 却让一个孩子记住了十几年 只是 为什么跟祖父吃过那么多的东西 偏偏记住了这个意面呢 也许那次是祖父第一次 把他当作一个独立的人 带着他去旅行 过去吃饭的时候 他都是和祖父合吃一盘料理 而从这次开始 祖父把一份完整的意面放到他面前 这是一盘只属于明日香自己的料理 对一个孩子来说 这件事有一种特别的意义 明日香带着这份意面的配方 离开了鸭川食堂 他想祖父能不能记起这个味道呢 也许不能 我会想祖父母 伊达酒宴今年才三十几岁 但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会长 对他这样的有钱人来说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用钱买到的 包括童年的味道 他出生在一个需要杜伦才能到岸的小岛上 印象里他家是岛上家境最好的 所以母亲常常给他做土豆炖肉 那个味道是他童年里代表的快乐的味道 直到五岁的时候母亲并逝 母亲去世不到一年 父亲跟当时照顾母亲的保姆再婚了 后妈带了一个姐姐过来 就这样他突然开始要叫另一个女人妈妈了 跟他们生活到一起 吃他做的饭 因为父亲是做生意的 他的大多时间都是跟后妈和姐姐在一起 到小学毕业的时候 父亲也去世了 他只能跟继母一起生活 在三个人的屋子里 那一刻他才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外人 终于熬到高中毕业 九燕就离开了继母 去东京传淡了 从此再也没有回去 再也没有见过他并不喜欢的继母 这次来鸭川食堂是因为他要接受一个杂志的采访 那里面有一个问题 问他童年印象最深刻的味道 他想起了母亲的土豆炖肉 在他的最早的记忆里 土豆炖肉就是他的灵魂食物 母亲总是做这道菜给自己 那时候是他童年时光里唯一开心的一段日子 而继母再也没有做出跟母亲一个味道的土豆炖肉 最让他伤心的是 有一次继母和姐姐不在家 他无意走到厨房 发现有两口砖着土豆炖肉的锅 他对比了一下 发现有一口锅里的明显更好吃 而且也拌了很多肉 那是继母跟姐姐的那份 而自己的那份没有饭肉 但是他记得最后摆到桌上时 里面似乎还是有肉 可能是继母上桌前 加进去了一点肉 这件事让他清楚了继母是不爱她的 所以他盼着快点长大 好离开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家 九燕想要找到 母亲小时候给她做过的土豆炖肉 代表她童年的味道 一周后 九燕再次来到鸭川食堂 老板为她准备了她母亲的土豆炖肉 还有很多她曾经很喜欢的腌菜 但是九燕尝过之后 却发现很难吃 那个根本不是她母亲做出来的味道 就在她想要离开的时候 老板帮她完成了 这个她一直误解的故事 这个土豆炖肉 其实就是她母亲的配方 九燕的母亲去世前 把她托付给照顾自己的保姆了 而且写下了这个菜谱 在那个时候因为她不喜欢吃肥肉 而且当时岛上没有很好的牛肉 长期供应 所以九燕的母亲一直用的是罐头牛肉 而在九燕的记忆里的那两口锅里 一个有牛肉一个没有 那是因为罐头牛肉不能炖太久 只能上桌前加进去 她的继母一直以来都按照她母亲的意思 单独给她做这道菜 虽然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了 但是继母一直以她为骄傲 甚至把她在杂志上的照片剪了下来 而她每年给他们寄过去的钱 她的继母也一直给她存着 她怕她哪一天经营不顺的时候 需要这笔钱 那时候她可以再还给她 而继母依然住在她离开时的那个老房子里 土豆炖肉 它从来都是那个味道 只是九燕觉得那里再也不是自己的家了 于是她的整个童年的味道就变了 自愈器的小说或者电视剧 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受众 也是因为但经济发展的越迅速 人的那种疏离感就会越来越强烈 它的内部逻辑 其实是因为经济发展的越迅速 人越着急 大家的年龄就越直达目的 虽然这种目的其实它一直都是存在的 不分年代 不分环境 只是当节奏越来越快的时候 这件事就选得越来越直给 越来越外写 效力也会越来越高 于是这种疏离感就会越来越强烈 它不仅是人与人 人与商品 乃至商品与商品都是这样的 很多人大家都会养宠物 他们会觉得狗甚至比人会更加的禅情 那其实只是因为狗很咸 目的只是吃饱了喝足了就行了 如果你家的狗狗每天也要上班 可能它也没有那么可爱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在别人那里 得到一些情感上的一种满足 所以无论是通过美食的书 电视剧 看别人吃饭 看别人生活 甚至看别人打游戏 有时候开着电视听着声音 甚至找一些精神上的偶像来追随 当然找偶像的时候要注意 别找错了 不要找到那些衣冠禽兽 等等这些都是一种陪伴式的 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解压 我在看完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在想 有一天等我老了 我该干嘛呢 我可能也会开一个小餐馆 人不多 有点小热闹 做做饭 因为我实在害怕老了之后没事可做 每天只能跳广场舞 有点吓人 虽然我们人生的最后十几年 可以选择的事情会越来越少 但是总该有一点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吧 即使跳广场舞 我也要犯摇滚乐 那这期的鸭川试坛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点一下关注 再次感谢他